大家好 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說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你說一下香港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原來在過去去年2022年 香港發生了30宗兇殺案 當中大家在估計 是否兇殺案最多就是懲殺、自殺 不是的 原來是一些照顧者不堪壓力 殺死自親的人的倫常慘劇案 即是說到可能是 老公堆壞了老婆、老婆堆壞了老公等等 而去年有六宗照顧者兇殺案當中 死者有年紀老賣的父親 有多病的老婆 還有親生子女 還有親生子女 我們現在說到香港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可能有很多 需要照顧 人的人士 壓力 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 究竟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不是又 轉去了另一個 問題呢 除了年輕人 獨居老人 另外還有關乎這些 被 遺棄一個 沒什麼 了解 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 不知道的 邊緣人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下 不知道大家身邊 也會不會有一些 老人家需要照顧 好大壓力的你 是不是需要很多人幫助呢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 記得訂閱頻道 會有很多新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支持的 因為 香港現在 有很多 真的要照顧 互相 互相照顧的人士 其實我們之前 都報導過一單半單 這些類似同類型的案件 就是 有些 自己都年紀老了 不小的 照顧自己的媽媽 可能都 媽媽都 幾大年紀 可能都八十歲 她 她 可能有記憶力衰退 甚至乎 有些 叫做 智力退化 不能夠照顧自己 照顧她的另一半 又或者 可能她的子女 都年紀不小 身體 她的機能 體力 負荷 都不是很大 都很大的 都不是可以 support 得到那麼多 這些 他們說到 之前也都說到 每一天 每天 周而復始 都不能休息 想離開一下 都不行的 他們的壓力 都很大 那麼我們看看 有香港媒體 現在 開始 重視 這些問題 游走 不同的人 人士 訪問一下 他們的心努力 情 講到說有 訪問一下 這些照顧人士 他們叫做照顧者 都二口同聲 這麼說 壓力 已經在爆煲邊緣 我們看看 一位 70歲的 琴姐 照顧 獨立照顧 86歲 一位失智的 丈夫的故事 看看有多 大問題 看看政府 又會不會 幫到手 說到 琴姐 這位70歲的琴姐 家裏面 放滿了日用品 衣服 雜物 但是看不到家庭的合照 琴姐說 丈夫 舊時 不理家 一個崩 都沒有給家 沒有錢供養 亦都不願意 照顧孩子 還經常罵他 導致 親子 和 父母 那種關係 很惡劣 小孩大了 都不想見他老爸 天天夜夜 就在這裏 吵冤吧 令到 小孩 很快就離開了 他們自己的家 就搬了出去 住 但是這樣 始終 都兩夫妻 老公有事 老婆 都是要照顧的 說到原來 老公近年 經常跌倒 腳 盆骨 菠蘿蓋 都要做手術 行路不方便 曾經兩度入 私營安路院 亦都試過 將這些坐行器 偷走回家 又試過跟院友打架 那些脾氣很暴躁 很難就住在這些 院舍 所以醫生 都覺得 不可以 回家 住 要是你回家 要是 你送去醫院的精神科病房 精神科病房很嚴重 綁手綁腳 被人綁住了 到時候更猛 這位 琴姐 當然 不想 老公 睡在精神病房 但是身邊很多親友都勸他 不要接他回家 但是始終真的是兩夫妻 不捨得 他記得 在院舍看到職員 沒有洗尿壺 就掛在老公的床頭 就惹了很多呼應 他說他心裡很委屈 回家 眼淚一滴滴流 他 接他回來 又很難 又不接他回來又難 左右做人難 有人就覺得有多難 可能現在香港很多人都開始需要照顧 身邊的老人家 有些就移民走了 沒辦法 可能就安置了老人院 其實之前都說過 當你要一個人去照顧另一個人的時候 日以繼去照顧 他 其實壓力很大 裡面當中除了一天三餐之外 包括洗澡清潔 大小異變 全部都是很厭惡性的工作 之餘 那種無助的感覺 有時候 你真的 空虛寂寞 那一刻 你坐在那 你都會覺得 還不希望他好 你快點好 或者有一個人 你突然睜大眼跟我說 我可以了 我可以照顧自己了 你可以鬆開口氣 那種無形的壓力 是累積下來的 幾經爭執 這位琴姐就不做事 很多都是香港 你沒有辦法 其實你沒有辦法身兼幾職 其實這個 照顧 一些叫做需要的人士 或者照顧自己家人 是一個 長期的工作 而是說 如果本身有份全職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 可以抽時間 抽身 你都沒有這樣的心機 老實大家香港人打工 一天起碼要做 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你連搭車 上班下班 你都沒有了十二個小時 是不是 我睡覺 我當你每天睡六個小時 那你就自己計算了 你還有 還有多少個小時 是不是 那你 你 真的不需要 沒有了自己的 私人時間 那你自己可以想 你每天的 工作 就是周而復始 每天回到家 等同 難聽你這麼說 回到家 你看到這些 老人家 或者需要你照顧的人士 那些東西亂丟 或者不要說到那麼嚴重 說到你可能自己 一家四口 回到家看到那些子女的東西 哇 大農 身為 撿東西的你 你都猛了 那真的頭都帶了 但是始終 你 做 照顧者 這份工作 真的是 需要全職 好心思 所以他自己 辭職了工作 但是收入又如何呢 他自己 就是張丈夫 從這個院舍 接回家 希望他有個安樂 舒適的床 大家 大家勵視 他說自然這樣走 都是心甘情願的 他覺得寧願 在他面前走 好過 在安樂院社被人折磨 那樣 不甘地走 而 記者發現到 琴姐家 掛在床上的月曆 有很多張紙 其中一張寫著 一個人的付出 和回報 有不成的正備 是很痛苦的 人生是這樣 你有時候付出很多 不是一分加盟 一分收穫 但是這些 親情 感情 愛情 溫情 就不是用這些 去比較 我覺得 沒有 不能去比較 他 無常的付出 日以繼夜的照顧 換來的 是身心 驅備 他說他慢慢想不到 接他回來 被他折磨到自己身體 完全睡不到 天天都在 死頂難頂 晚上要幫他老公清理大小疑辯 日後要一日三餐 洗澡去廁所 間不中就走出去 都沒有辦法 吐一口氣 他說你一出去一會兒 心裏面又要掛著 怕他跌倒 所以馬上回來了 這件事是真的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這位琴姐 說出來的事 所以 這個不是 未接觸過的人 那種 在旁觀者 這樣看 很簡單 當你去接觸的時候 你就發覺 殊不簡單 一個人的壓力 就是在這裏 日日夜夜 累積而成 他睡不到 耳鳴 周身骨痛 腰骨疲勞 身體都軟了 身體軟了之餘 精神 情緒 亦都會出現大的變化 他說老公 有時候就會失控 發瘋 重提 舊事 中間 就爆髒 這樣 按都按 他不住 他說不停在那裏 老公不停在那裏 罵到 好像 有火上頭 罵到 對方 弄得 琴姐自己 都轉牛國 他說 下一次 可能到我了 其實 你看到 這些 壓力爆煲的情況 老實 他 他說 開頭 還有一個很好的心態 有一個方向 希望可以搞好 生活 照顧好 丈夫 但是現在被這些氣氛 就活埋了 因為始終 那個 心情 低落 再加上 他睡不到覺 有時候看回他媽媽 離世的影片 更加把他媽媽的情況 投射在自己身上 他說他看到他媽媽掙扎了十幾天 沒吃東西 沒喝水 他想起自己的人生就很害怕 他覺得 自己有一天 就會這樣 除了講到這件事 之外 另外 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有位80歲的余婆婆 自11歲 跟一個 比自己大一歲的老公相識 一起了半個世紀 說到大家都很close 但是自從 說他老公出現了這個認知障礙症之後 有一個很好先生 就變成另一個人 經常發脾氣 重複發問 亂丟東西 亂吃藥 亂偷走出街 越照顧 越多磨擦 就說他老公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有一次 去這個長者中心活動 幾個小時 也是唯一 他 余婆婆的私人空間 他知道老公的病 沒辦法再可以好得 希望政府可以有資源 安排日間暫託 或者 政府安老宿舍 令到 兩夫妻都有喘息空間 安享萬年 不是說只有一單的 這些例子 其實在香港現在有很多單 香港人就很長壽 人生七十股來熄 你看到很多都已經在七八十歲 起碼 但是人大了會容易出現了不同的機能問題 其中 不行得不走得 一個問題 所以經常都說 人未老 腳先衰 練好對腳是很重要的 另外 去到腦的問題 認知障礙症 就是腦退化 腦退化 到了一個嚴重的情況 就是不能夠照顧自己 不能夠照顧自己 那你就只能夠依靠身邊的人去照顧 幸好 他失下友誼 有些子女 子女人能夠生性 又或者他有能力 有財力 去找人照顧 請看護幫忙照顧 否則 香港人正常的情況 大家是不是 日以繼夜在賺錢 尤其是現在生活 環境不是那麼好 每個人都拼命 賺錢 時間 就是一切 時間是金錢 有人會覺得 可能年輕人 死了 你叫我 天天夜夜不可以出街 我只是上班 跟著下班 回家看著 老人家 照顧他一天三餐 還要找人安排 好 不用 自己活動 不要說去不去旅行 那些問題 我連下街 都有問題 這樣搞 人就會出現了抑鬱 很多人都覺得政府在這一方面的政策 都不是很有 大力的幫助 因為說到政府的支援 我們說回 琴姐 好像琴姐的案例 老公就沒有 嚴重的節力推翻 但是個人就脾氣暴躁 是不是 一個人 一個女人 又怎樣可以 對著一個男人 脾氣暴躁的男人 可以禁止他 他說他找過很多服務 例如 叫老公去日監護理中心 但是因為腳腫 入院治療後 就中斷了服務 後來都沒有去過 申請送飯 清潔家居服務 都不能夠獲得安排 他就指出 現時 照顧者 津貼申請門檻高 名額少 輪候到 遵坐的院舍宿位 但是醫生說 丈夫依然有認知能力 免得他在嘔吵吵吵 說要回家 所以是暫緩的 有渴望 但是不代表有期望 是不是 這位琴姐 覺得政府不如實實祭祭 直接提供 經濟援助 我覺得這樣 其實香港有幾個不同的大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老人家 獨居老人 他自己 有見到很多都七到八十的 推薦的車子撿紙皮 生活就很困擾 他們拿中緩的金額就未必夠 渡過一個月正常生活 有些錢濕了腳 這個都叫做勉強 還可以的 因為叫做 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但是 另一方面就是 兩個老人家 一個出現了一個問題 好像這個案例 琴姐 對方 行動不便 麻煩 他又不是有 認知障礙又不是腦退化 但是要照顧一日三餐 那個幫助 很大的一個女人 你怎麼扶男人起床 有什麼事兩個一起習慣的時候 就 真是悲劇 出現 壓力又很大 那麼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派一些 人士上去幫忙照顧分擔 他也想 這些琴姐也想 這些照顧者 都很想有一個人可以 一三五或者你指定 每個星期有幾天 或者兩三天 有幾個小時 幫忙看著 我出去可以做自己也好 不用心掛掛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你的責任是這樣的 這也是表示了解 另外 關於腦退化的 你每天麻煩 他不會照顧自己 你怕他有一天 你出去之後 突然間 出意外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件事也是非常 大問題 現在政府 有行政成員林政才 他也覺得 政府現在關注老人家 那些問題 是 需要 再跟進一下 因為始終 安耗軟舍也好 資源不足 人口老化的問題 又那麼嚴重 慢慢就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隨著 移民潮 人才流失 很多 老人家 就沒有跟 他們的子女 就出了去 別處世界各地 留在香港 到最後 誰照顧他 政府 政府有沒有 足夠人手資源 可以安排得到 如果不是 沒有的話 恐怕 這些叫做 照顧者的情緒 一崩潰上來 就出現在 更多 這些叫做兇殺案 家庭悲劇的出現 那麼政府趁這段時間我覺得 未真的完全爆煲的時候應該加強重視怎樣去找一些 地區 社區的人士 去大力支援一下 遊走不同的公共屋邨或者 看看哪些人需要照顧 怎樣可以盡快安排得到 需不需要 引入大量的人才呢 那麼這件事也是非常關注的 有人會擔心 其實有些人會很擔心 我拿給別人去照顧 你看那些環境那麼 骯髒 我哪會安心啊 但是 我經常都覺得 到你自己 去到一個盡頭 你都會是 吹吹吹吹吹的 問心一句 都是會吹吹吹吹吹的 你能力有限的時候 或者你的心已經 萬觀都已經 疲倦 沒心機搞 你到最後 一樣都是 吹吹吹吹吹 不如 給一些專業的人士 去搞 那我現在就是缺乏一些大量的專業人士 去幫這些 叫做有需要的照顧者 那麼看一下政府 又可不可以 幫手 因為 其實每個個案 都有一個 悲情的故事 在後面 那麼 到最後 我不想真的 這些悲情的故事 演變成一個悲劇 好了 那今集分享到這裏 下一節再說 拜拜 拜拜